好,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个马桶盖的安装啊 就是现在这下面 这上面的都是一个马桶盖配套的一些螺丝 这是支座,也就是支架 这是它配套的螺丝 一般来讲有一些人是配这种黑色的橡胶螺丝 有一些也是配这种白色的螺丝 其实都是膨胀螺丝 它的安装原理是一样的 它是从这里膨胀变大 变大之后塞紧这个孔 所以呢,它就会固定 固定这个马桶盖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去装这种马桶盖 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拧下来 然后从这里穿过去 它这个是一个装饰盖 就是放在这上面的 到时候是一个装饰盖而已 其实用这个幼不幼 其实无所谓 但是放上去之后会好看很多了 我们首先把这个螺丝拧下来 从这里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螺丝在下面拧 下面拧 用手拧到贴近就好 贴近就好 不要再拧不再拧了 拧太紧它会变大 等一下塞不进孔里面去 差不多就行 然后从这里 往下插下去 一般孔的直径都是1.5厘米左右 最小1.5厘米以上的一个孔径才能装这个 这样子 手压在这里 压下去 已经下去了 好 另外一边呢 其实像这种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下面拧紧 然后从这里 注意这头是向下的 这头是向下的 这个是向上的 这样子插下去 插下去之后才能装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先把这个黑色的纠圈 塞到这个孔里面去 如果塞不了 用手压不了的话 可以用那个螺丝刀轻轻的一打 从这孔里面穿过去 轻易打 好 打平了 它就在这个孔子上面 然后我们这个螺丝 这个支架穿上去 螺丝从这上面往下拧 拧到它这个差不多紧就行 这个能撞动才行 我们再调节一下这个位置 再去把它固定死 注意这孔锯 这个马桶盖 它这个孔跟这个孔 它有孔锯的 刚好要对应这两个 不锈钢的棍棍 好 确定好这个两个孔 孔锯之后 就把它先固定 拧个八分紧 就是一直拧 拧到八分紧 它不怎么动就好 然后 然后拐绑往上 从上面往下擦 有点偏擦的话 我们可以调一下 好了 放下来之后呢 调整这个盖板的一个弧形 一个匹配度 调好用手或者前后左右的油板 调到核色之后呢 往上方 轻轻的 轻轻的往上方 按住这个按钮 往上抬 抬好之后呢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螺丝 用力的固定 使用力的拧 这个有个问题就是 一定要一直拧 一直拧才能拧得紧啊 有的人拧了几圈 它就以为是紧了 不然的 一定要拧到拧不动为止 它现在就很紧了 紧之后呢 把这个装饰盖放下去 然后再擦下去 现在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因为你好 好 感谢观看